近日,借由赛车活动倡导慈善爱心的一级金杯慈善明星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隆重举行。 昨天,由李连杰带队的全明星阵容代表集体亮相,文章、孙楠、黄宗泽、钱佳乐、蒙佳慧、徐子山、邓立新等人悉数到场,活动现场行光异议,引来众多观众驻足为观拍照。 虽然不是专业的赛车选手,但明星们从全身的行头到行动都绝不含糊。 当比赛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张嘉辉的车不幸与黄宗泽、徐子山的车连环相撞,使得这对在热播剧集《前行狙击》中的亡命鸳鸯,因为赛车无法再驾驶,而无奈退出比赛。 随后,女子组排位一直名列前茅的周立奇,也因为被张嘉辉的车转后水箱破裂而成为第三位退赛的选手。 剩下的九位参赛明星经过惊心动魄的激烈角逐,最终由钱佳乐夺得男子组冠军,而女子组的冠军则由李珊珊获得。 在随后的记者见面会上,明星们纷纷畅谈了此次参赛的感受。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获奖明星都不忘感谢张嘉辉的成全。 没有她的撞车插曲,比赛的名次也应该不尽相同,更重要的是少了许多意料之外的精彩和乐趣。 大家好,我是李珊珊,今年很开心,因为有张嘉辉在这里。 比赛非常精彩,谢谢你来。 mill 拿到第3名的,我会不成功,是宿命厨。 想哭,没有感动。 夹壮与唤,一哭啊。 第一哭啊,对一哭啊。 谢谢张嘉辉,谢谢你。 最近我拿了冠军,我记得我请。 问集,应该。 文詹是商业嘛,我请对不起。 这两天我的状态非常好 所以这是我害怕的原本就是顾佳乐 但是今天开启我知道 那个害怕应该很想办法 你想不得他下一步是做什么 开启的时候 我以为他跟Fans Say Hello 原来他是没带换钱袋 世界上没有一个菜类丛忘记带 忘记带 忘记带 然后他是海撒卷 你上海撒卷成第一个颜色 这个很开心可以跟家庭会合作 然后再给你中文书的七七给你 你拿着七七以地 在菜类上我两个一起是应该的 在此次比赛中状况百出的张家辉为比赛带来了不少乐趣 但在大家眼里好似赛道杀手的他也要为自己看见什么撞什么的比赛作风 有话要说 第一次是我第一次开这种车跟在这种高路上 有些人很无助 很稀奇 很激情 然后什么都不管 疾管 看见什么撞什么 整一种快感 比任何事情都来得愉快 我希望明年有机会再来 再撞 但是现在我希望 给一些受害人 要太多了 给他们投诉一下 甚至说一下 好吧 谢谢大家